去哪里 科学馆对不对 对 两个小时 我们终于到了 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 给你看一下大门 哇哦 我把购买方式 地址以及价格 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你看这里有猪 是桌落的 还有那个像 那种像车一样的 4块钱 6块钱 我们要先玩静止迷宫吗 我们要先玩静止迷宫吗 我们要在这里拿一个 这种棒子走进静止迷宫 是不是 找到方便的 拜拜 进 来 我们下个小时 妈妈怎么挂开这个 哇 哎媽媽 媽媽在這 哎不用不用著急follow爸爸ok 好死路一條 那回換一條路走 好先跟著大哥走 哇 看不到這個燈泡 但是撥不到它 你看 抓不到 不打一點 去打一下 來我們去看別的 謝謝瓜哥 我們剛剛去玩了禁止迷宮 哥哥一直很喜歡的禁止迷宮 我也是 你也是啊喜歡玩嗎 我也是 很喜歡是不是 很棒 然後我們現在來吃午餐 上一次我們來的時候那個經驗 簡直排隊太久了 所以我們就自己帶的 給你們看一下我們吃的什麼東西 這個是蝦仁雞蛋炒飯 還有這個是三明治 看給他們帶的都是 你要三明治啊 你要先吃飯嗎 然後還有一份水果櫻桃和草莓 好吃嗎 好吃啊 不客氣 謝謝 我們帶的一大碗米飯 還有一大碗三明治全部吃完了 查先生還給他們買了四份 這個叫什麼兒童套餐是嗎 沒有 這是 成人套餐 被韓式兒童的炸雞吃 正在吃 一個套餐 九塊半嗎 這麼貴 兩個雞吃一點薯條 九塊半 還有點菜 吃完午餐呢 我們第二站準備 參觀這個鋪鋪鋪館 哈囉 他的目的是要把鋪鋪全部清理掉是嗎 對 YES 哇 這個是1960年的時候 清理鋪鋪的車子 對 裝鋪鋪的車 裝鋪鋪的車 我去看一下 裡面的車子 不每次都這麼貴 機雷 它已經從焉嘴巴 搬到的鋪折 這是放屁的事情嗎 對 哈哈 哈哈哈 这个是屁 屁 这个是屁 屁 这个是屁 然后顺下来石道口网 就是经过它的火灯 就是你的这个位置 刚才吃的鸡翅这样一点点 然后进入这个石道 这里还有一个铺铺游乐场 我们的第三站 看到嘞 哥哥一直心心念念的想玩的鬼夫 这是什么事 还可以 那边 肯定是在真正的狗岸 猫洞是生意最高的 三胎 你的是黃燈 媽媽快快快 你先 你在我前面 我的天啊 好矮 我只看得到你的屁股住旅程 拉我一把 拉我一下 開對了是不是 這個門 這有一個私平其境的落散車 是他們非常不滿喜歡的 還有才對 小妞兒 你要玩嗎 在 minim帶來的派一個 墊外賣 很低 好了 好軟 真的 有 好軟 我們等會兒要看一個秀 但是 在那邊 但是不知道给你们看一下 show time 但是不知道这个放的是什么 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刚刚看完这个秀 原来这个秀是关于 就是全球变暖的 我觉得做的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真的应该给他们打个call 然后不仅就是这里是关于 天气变暖的那个show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game的 让你如何去保护环境 然后他会教你 就是说全球变暖 对于我们人类有什么影响 对于植被森林是怎么样的影响 这个是一个energy storage 这是energy storage 这个是风能 你转这个 它那个风车会转 风能发电 这个是太阳能发电 你转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亮 看这里有一个energy storage 哇哦它真的是有风能在这里展示给大家耶 那里有一个太阳板 然后那里有风车 然后 嗨 这个很酷 它是靠风能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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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这个Earth Line里面就有很多关于气候啊 地震啊 风雪之类的 这些展览 然后做的特别生动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在这住住玩了至少有半个小时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做的 你看这是火山爆发 这边还可以去经历这个Earth Quake 然后那些图像上就显示 这些Earth Quake给大家带来的影响 然后它就会讲说就是是急急地震 然后相同的就可以体验得到这个震动感 你看如果它那个石块不是很结实的话 当地震来临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惨烈的坍塌 这里其实就是你的海平面上升所导致的影响 这里有一个台湖体验过 就是人站在里面最多是两个人 这里有一个游戏叫你 Earth The Teamwork 这个游戏真的还蛮难玩的 就是你真的需要几个人相互协作去玩 然后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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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上来 然后要放进这个孔里面 你看这只有两个叶子 只有三个叶子 它是对灯越多声音它转的越快 这样能吹到多少 几个灯数一下几个灯 几个灯 几个灯 这个是罗科 里面可以放衣服 然后这是热水器 然后这个就是洗澡的 然后这个就是吹风机 没有看成两点的秀 也没有看成三点半的秀 因为他们太想来这边玩水了 所以我们大概现在是将近两点钟 它可能五点钟就关了 我忘记是几点了 稍后我查一下 你看它其实不是五点 四点半就清水了 我要让你轻轻的 那个妹妹会害怕的 你看这里有一个小姿势 水的三种状态是什么 打开箱子 你看 这其实是一个水钢琴 你踩在不同的那个柱子上面 水柱上面 它其实这个地方 就会发出声音 但好像现在不可以了 然后坏掉了 可能时间太长了 我刚刚问塔先生我们刚刚参观的 展览的有没有这个大西克的二分之一 而且你二分之一都没有 因为我二楼还没有去 二楼还没有去 一楼也只是大概看了四分之一 我觉得有很多地方都还没有看 所以说如果不玩水的话 可能一天都还玩不玩 就带着小朋友 就是这个大西区是要马上要 要搬家了 要搬去新的地方了 对了 要搬去哪里 Jourley Garden那边 在玉老公园那边 到近玉华园 日本花园 还有上次我们 我们种Family Tree的那个 它真的是很远 我觉得这个 这边再往西一点点 不算特别远 但是相信 2027年成见好了以后 应该设施比现在的还要吧 哇 我觉得现在都已经很棒了 我觉得唯一一个缺点 就是我们坐车来太远了 对于东部的知名来说 有点远 但是对于西部的小伙伴们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对吧 对吧